今天二月一號 也是立法院政府院長選舉 國民黨立委黃仁 他今天凌晨一點半就到立法院 結果原來是大搞烏龍 他跑到了立院的背板上面去簽名拍照 稍早也其實也直擊到 扣文哲騎探車經過立院 我們現場最新 趕快交給周凱 周凱早 好主 今天是二月一號 也就是立法院新國會報到的日子了 而現在的時間是已經早上的八點整 在稍早的時候 立法院也已經領響了八點鐘的領響 因為從八點開始 立法院在中山南路的正門 就會正式的開啟 開放所有的立委來進行報到 而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現在排在第一個要進行報到的 就是國民黨的新科立委黃仁 他今天是帶著他的所有的親朋好友 穿上他們傳統的服飾 一起總上了紅地毯 而其實黃仁他是為了搶頭箱 他是費盡了非常多的心思和努力 因為他是在今天的凌晨 一點半的時候 就已經來到了立法院來佔位置 他除了在議場的正門口 是先擺了他的人形立牌 而且他還在整個立法院 在報到的過程當中 會有一個採訪區的背板上頭 是簽了他的名字 而且他簽了這個名字之後 他後來也坦錢 他簽了之後才發現原來這個地方 不是拿來簽到用的 所以他也自己摸摸鼻子去拿了工具 然後把這上面的簽名給自己塗掉 而其實為什麼他會一定要搶到 頭箱這個位置呢 黃仁他是說 因為他要不負相親的眾望 接下來未來四年的問證 他都要搶第一 所以他認為能夠搶到頭箱的這個報道 是非常的重要的 而其實黃仁他也坦言了 就是這一次他能夠進到立法院 他也有非常多的事情想要做 我們來聽聽他稍早的最新說法 其實我們三天前我們就輪搬站崗 當然因為我們新科立委不曉得這個搶頭箱 有沒有限時間 那後來我們凌晨一點又在內場裡面 好 站崗 然後後來裡面宴會的秘書說要在外面的大門 後來我們又搬到大門 這裡 對 從凌晨一點到現在 所以前幾天都是用人行立法 不是人行立法 人也到 我們輪流 輪流上崗 對啊 好 我們看到呢 現在在立法院的紅地毯上頭呢 黃仁是帶著許多的親朋好友 然後大家是穿著傳統的服飾 大家是邊唱歌邊跳舞 一起走到了議場的正門口 進行簽到還有報到的程序 而其實在新國會報到 每一年的傳統都是會在立法院 中山南路的大門口正門的位置 會開始鋪上紅地毯 而且這個紅地毯呢 是一路延伸到了議場的正門口 所以每一位新科立委在報到的時候 都要從立法院的正門 一路走紅地毯走到議場裡頭 就像是星光大道一樣 而根據瞭解呢 這一次也非常多的立委 大家都是有備而來 像是有不少的立委 他們都會吸家帶券 帶著所有的家人 一起走上這紅地毯 另外也有人 他們會準備一些比較特色 搶眼的服裝來走紅地毯 目的就是為了希望 大家都能夠注意到他們 而另外在稍早的時候 我們這邊也獨家拍到了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他是騎著U-bike 是經過了立法院的正門口 但是被記者問到 他到底民眾黨 他們投票的意象 會不會有可能 現在在第二輪投票 他們又改成要進場投票呢 對於這些提問呢 柯文哲他是都沒有多做回應 而根據瞭解呢 稍後的時候在八點半 民眾黨團 他們也會開一場黨團大會 等到黨團大會結束之後 他們會在一起走上紅地毯 進到議場裡頭 而在稍後呢 在十點半的時候 也會有今天 大家非常關注的部分 也就是立法院的 正副院長選舉 在上午的部分 會先進行院長的投票 在下午的部分呢 則是會進行副院長的投票 如果最新的情況 我們當然會隨時 為您掌握 上來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大高的上午的投票 五年火山 前端 後一位 前端 副院長 前端 前端 闡 後一位